俄国的股市这时候特别的繁荣兴旺 那种高获利也吸引了各种的热钱进入到了俄罗斯 这时候你能看到莫斯科的餐厅天天的高棚满座 但是事实上很多人是被长期的拖欠工资的 只能够图个温饱 这个俄罗斯的贫穷现象 应该说是达到了历史的最高位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正好亚洲那场金融危机拉开了序幕 投资人纷纷的就开始把钱撤出了新兴市场 而这时候的俄罗斯的那些银行家 觉得跟我们遥远 它跟我们没关系 一点都无动于衷 而且也应该说他们太欢快 完全没想到这场金融海啸会把他们也卷进去 这个时候的葛辛斯基还打算拿12亿美元 市值对公司在纽约上市 这样呢 他也能为他的这个计划呀发射这个新卫星 而这个与此同时呢 其实这时候俄国的经济啊 已经开始不行了 国家呢就是赤字啊 庞大的不得了 而那些寡头呢 总是钻这个法律的空子啊 怎么想方设法的 就是规避缴税 而且呢大概是就说政府呢 没办法缺资金呢 就得不断的筹借资金 于是就发行各种的这种短期的啊 高收益的债券 你到了98年那年春天的时候啊 那个票面利率你知道吗 居然达到了50%啊 就是为了光付给利息 给这帮这个券商的这个持有人 这政府的这发行率啊 就不断不断的创新高 呃就是拿更高的这个借来的 再去还钱面的 弄的呢这些寡头啊 还有这些外国的投机商们啊 全都开始大量的买入 你想想给他利息多高啊 这个经济啊 呃不说吧 你个政治也不稳定 这叶利辛呢 这时候不是把他那个 给他忠实服务了五年的那个 切诺梅尔金给那个总理给开除了吗 然后呢又这个 呃又开除这个 那那两个最有利的助手 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最常见的啊 大家也觉得有道理的就是 叶利辛越来越疑心重 他老觉得呀 这切诺梅尔金啊 有要这个继承自己当总统的那个野心 可是呢 寡头那边啊 却觉得呀 是因为这个 嗯 这总理啊 将来才尽 你作为他的继任者啊 呃 可能叶利辛觉得呀 你来了也没戏 于是呢 这帮寡头呢 就开始跟这个叶利辛的女儿女婿 再讨论该由谁来取代这个总理的位置 呃 在有一次的这个寡头和这个女儿女婿的聚会上啊 呃 大家讨论呢 这个老辈呢 就提名 马拉申科 大家全都赞同 只有马拉申科自己坚决反对 他直接就站起来冲着马拉申科说 如果啊 你知道吗 我要上任了 我第一件事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我上任的第二天 我就把你从这个国家赶出去 当时老辈啊 还以为马拉申科跟他开玩笑呢 就说 为什么呀 结果这马拉申科就跟他说 除了这栋大楼里边的人 外边的所有人都在要求把你给赶出去 老辈一听啊 这可真不是开玩笑 马拉申科还真听认真的在说呢 一年以后啊 马拉申科说了 他说我当时真的不是开玩笑 如果啊 我要真的上去了 我拿到了这个位置 我要展现我政治家的作为 我一定要扩张我的势力 而我要扩张我的势力 我要做的所有一切 就跟普京几年以后 就跟普京几年以后 所作所为 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 现在这帮寡头政治家啊 握有太多的权势了 他必须找一个又有能力又懂经济 还必须呢 跟这帮寡头啊 能够保持一定距离的人 也就说呢 这得是一个新面孔 而且是一个政治素人 没在这个圈里啊 混过的 于是呢 他就选了那个叫 基里颜柯的 做总理 这个基里颜柯呀 以前是个银行家 后来呢 就是他上任了以后啊 把这个聂母佐夫 来聘用他 作为他的助手 聂母佐夫就是后来 反普京反的最厉害的啊 反对派 基里颜柯呀 可以说是一个 你现在一评论呢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一个技术官僚 他特别适合呢 在这个和平时期啊 管理这个国家 管理这个政府 但是那个时候 苏联不是和平时期 是一种 处于战争时期 应该说 争斗的时期 他不是那种 他是属于守权的 你要夺权这个 他可能不行 因为他这一上台呀 还正好赶上了什么呢 就是98年5月 那个库子巴斯 那个矿工 因为好几个月啊 没发薪水了 于是呢 就发动了罢工 有些人呢 还跑到那个铁轨上啊 去握铁轨 另外呢 有数百人 直接就奔到莫斯科来了 在这个白宫面前啊 就拿那个头盔 敲地面 咚咚咚 甚至呢 就是怎么都赶不走 怎么说也不走 而这个电视台呢 这好 这新闻大了啊 这有的聊了 能够收视率了 哐哐哐 全都来了 而且啊 不断的不断的 在这宣传 就这么持续了好几周 这一煽动呢 又煽动的啊 弄的别的那个矿的矿工 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了 叶利欣后来在这个回忆录里就说呀 这个罢工就成了所有人攻击 基里连扬科的一个借口 其实叶利欣呢 也曾经要求这个电视台的这些主播们啊 你们别这么攻击了 但是呢 被电视台愤然的给拒绝了 98年的8月17号 这时候啊 俄国的政府再也付不出 这时候高达150%的债务 吓人吧 而且啊 他也没权利再发新债了 你都这样了 你钱的都没还呢 你发出去也没人买 所以他也不可能再发新债 于是呢 只好宣布破产 卢布就开始狂贬 一般的国家啊 像这种的来解决这个债务危机呢 一种呢 就是让货币贬值 完了以后呢 我呢 不再举债了 要不然呢 也是让货币贬值 然后呢 我可以呢 这么着来偿还你的这个债务 这俩方法啊 其实俄罗斯 也就说 呃 这个 呃 技术官僚他们啊 还真的都用了 而且啊 也为了这个保护这些寡头啊 呃 这个政府呢 也对这个外国的投资者 说了一个官方 我要延期偿付的一个通知 呃 这就意思什么意思呢 就是保护俄罗斯的银行 这样呢 我可以先不付你们外国人持有的那个债务去 省的这个银行呃 就 掏空了嘛 银行就不行了嘛 这一违约呢 就高达160亿美元 呃 货币贬值也就不到一周吧 这吉利严科和这个聂木佐夫就被迫的双双下台 当这个叶利钦啊 一签完这两个人的辞呈 批准了 俩人直接啊 一人拿一瓶窝的嘎 就走到这个白宫大厦大楼外边去了 跑到那帮罢工的群众里边啊 就开始跟那帮矿工们开怀畅礼 就开始开聊上了 一身轻 经济危机呢 就这么着三个月以后啊 呃 葛辛斯基看着自己的那个啊 那个大卫星 从这个美国那个发射地卡升空了 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颗 呃 由俄罗斯私人客户定制的发射的美国卫星 当时葛辛斯基那叫一个自信满满 他其实不知道啊 这时候问题早就出现了 他的那些卫星电视的那些潜在的观众客户啊 那些什么新兴的中产阶级 这时候不打算订阅卫星电视 为什么呀 所有人都在压缩一切一切开支啊 而且你支撑这个电视的那个广告 你也弄不到了呀 好多的那种广告啊 已经开始骤然衰退 没人到你这来呱啦呱啦播广告了 数量越来越少 连这个他希望跑到那个证交所上任那事啊 呃 上 那个 纽约证交所上市那个 也黄了 你一下人一看你这俄罗斯经济的这呀 你那表能好看得了吗 这时候是因为什么呀 这外国的投资商啊 已经对俄罗斯的投资不敢碰 而葛辛斯基呢 还在那满腔的热忱呢 他又跟他那好朋友啊 就是当时担任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总裁的这个好朋友 求主 他不是上次就跟人家25%股份给人家那个做抵押吗 结果这个人马上就答应了给了他两亿六千万美元 一年以后呢 又给他了一个两亿六千万美元 葛辛斯基啊 借这钱的时候 他真的没想到 其实这是他给自己脖子上啊 直接就套了一个绳子 他老觉得我这媒体 帝国绝对会保护我被别人伤害 改革的这帮人呢 都没有及时的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基础 而是跟这些寡头政治家啊 一样的只能够依赖叶利钦提供给他们的那个政治庇护 所以啊 你现在这个叶利钦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还有他的政治地位啊 已经看出来不怎么牢靠了 你但是呢 你应该说叶利钦这个人啊 他虽然自己啊 不太懂这个市场经济 但是呢 他能够做到什么呢 他完全信任手下 你这帮精英去管去 他相信这帮人的知识能力和掌控能力 另外呢 他也希望 这帮人是可以把这个俄罗斯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的 我们这时候要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苏联电视剧 就是98年的这个9月 突然这个NTV推出了一个大制作的一个电视纪录片 春天的17个瞬间 就这个 他呀是专门就是纪念这个电视剧25周年拍的一个纪念片 这个老的间谍片啊 是73年的时候拍的 讲的呢是一个苏维埃的一个间谍 叫这个伊撒耶夫的 在这个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啊 他化名史蒂尔利兹 我们这儿就管他叫老史吧 要不然后边我老说这名字 哎 他叫老史啊 这个老史呢就渗透进了纳粹的高层了 成了一个呢 当时名声非常好的一个党卫军的一个领袖 他被派来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要查明谁在这个纳粹德国啊 私下里边在那儿跟那个美国密谈和谈呢 这些人是不是要削弱我们这个苏联和斯大林的这个行动的 而当这个主角老史得知就是西姆来正在那儿秘密联络中央穷暴局的局长呢 于是呢就把这个秘密的细节就透露给了希特勒 同时呢也向这个斯大林做了汇报了 阻止了这个美国对苏联的背信弃义这么一个大阴谋 拍的这么一个联系剧 这是一个12级的联系剧 当年啊你知道吗 就这12级联系剧啊 就跟我们当年看什么渴望看什么加里森赶死对似的啊 每天晚上 你在街道上就空了七点半 只要这第一频道一开播 小偷也没了 完了以后呢 那个平时那店啊 一下子蹭就跳上去了 就这时候用的量最大 而且这部电视剧啊 居然是年年重播 年年受欢迎 就是苏联解体了以后 他还是年年在重播 这个主角老史啊 就成了一个苏联的一个偶像人物了 然后啊延伸出一整套的这个苏联的那种民间文化 比如说他是那个流行笑话里的一个主角 或者是这个儿童战争游戏里边的一个主角 啊台词啊音乐呀 我告诉你啊 就跟那个James Bander 007似的 每个人都能说出那么一两句 哼出那么一两段来 这个电视剧里啊 演员阵容也是挺棒的 当时都是苏联很有名气的演员 尤其是那个主角啊 那叫一个英尊高大 完了这个颧骨啊 这线条也是完美 这鼻梁轮廓分明啊 完了以后呢 一双冷冷的蓝色眼睛 而且呢 总是那么的又冷静又震静 啊 再加上穿上那个挺拔光亮的纳粹军服 那屏幕上啊 那主角那样就是一个俄罗斯人喜欢的 完美的俄籍的德国人 应该说啊 他比这个电视剧里啊 其他的那些演员的那些演员更像亚利安人 这部电视剧当时拍的时候 其实是为了政治宣传 当时啊是安卓伯夫 在这个60年的时候 他不刚当上这个KGB的头吗 于是呢 他就花钱 说我要拍一个电视剧 我得改善改善 这个KGB这个秘密警察的这个暗黑形象 我得啊 吸收点新鲜血液 来加入到我们这个魅力非凡的国安机构来 于是啊 他就找到了他的一个副手 这副手呢 叫谢料诺夫 哎 说你啊 这个 写一写吧 这谢料诺夫啊 就写了一本小说当时 写的小说 后来给改编成了这个电视剧 而且这个电视剧呢 还就是谢料诺夫自己写的剧本 然后呢 这个KGB出的钱 目的啊 拍这个就是要让他去歌颂那些在海外服务的苏联特工 这个98年这回拍的这个 纪录片啊 上下两集 他呢 是用这种让主角啊 这个角色跟这个电影画面去互动 好像啊 这个在跟历史在谈话 用的这种画面呢 就是穿着一个70年代的那种西服 完了以后 这个人走进了KGB的一个办公室 而这个办公室呢 办公桌后边呢 就挂的就是那安卓布夫的那个肖像 身边就是一排的电话 然后这男主角就把这个电话拿起来 这电话上面的刻的就是那个镰刀锤子的那个图案 然后呢 然后呢就呼叫这个小说的作者 或者说这个剧本的这个剧作家 哎 那个主题曲 什么像子弹一样 嗖的飞过那瞬间呀 就是他把这个俄罗斯 现在给你形容成我们已经处于灾难边缘了 而时光就要在我们身边流去了 嗯 他反映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很多很多的俄罗斯人 都希望会出现一个像主角那样的一个人物出现 来力挽狂澜 为什么要说到这部电视剧呢 你说说为什么25年以后 哎 还专门拍一个纪录片 说说这件事 我跟你讲 就是因为啊 在两个月前 呃 当时的这个联邦安全局 FSB 也就是前身的KGB啊 他的一个新任长官就搬进了那间安卓泊夫的旧办公室 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人就叫弗拉基米尔普京 普京啊 是8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东德 那时候呢 他在那儿是一个上校 KGB 呃 后来呢 呃 回的国 哎 当时在东德的时候 他可是目睹了崩溃的那个前景 而且呃 崩溃的那个样子 所以他印象特别深刻 他是属于啊 就是当年安卓泊夫拍那个宣传片那个电视剧被吸引去的那个年轻的血液 这帮人呢 是又年轻 完了呢 教育程度呢 也非常好 当时刚播的那一年啊 就是春天那17个瞬间 首播的那一年 普京是21岁 当时他是那个列宁哥勒的法律系的一个学生 两年以后 他就毅然决然的就加入到了国安机构了 你应该说呀 有时候你不信命还真不行 他呀 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露面啊 还真的就是扮演这个春天的17个瞬间这个男主角这个角色露的面 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个在92年的时候啊 普京那个时候是任这个就职在那个圣彼得堡那市长办公室 在那里边办公室工作 那个办公室呢 当时就想拍一个啊 宣传这个圣彼得堡的这么一个纪录片 甚至呢 也要把这个市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呢 也要介绍一下 然后他就主动请英说 那我介绍我自己 没问题 他直接就在这个纪录片里边就介绍了说我就是一个前KGB的特工 这个导演啊 为了让这个纪录片看上去更有这种冲击效果 娱乐效果吧 总之他就决定把这个普京啊就给塑造成一个现代的老实 就是现代的那个17个瞬间那个电视剧那个男主角那样 他呢就想起来 那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里边不是最后一集老实开着那个车的那画面啊 奔回柏林的那个 于是呢 他就让这普京驾驶着一辆福尔加汽车 完了呢 背景音乐啊 给他用的就是那个电视剧著名的主题曲 画面中啊和音乐普京的形象那给设计的真是太完美了 太匹配了 这个时候的苏联呢 普罗大众真的是渴求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老实赶紧出现 觉得呀 希望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赶紧的冷静的 但是又有效的应付现在的危机 据这个99年的时候商业人做过一次民意调查 说你们希望下一位总统向哪一个电影里的公众人物啊 老实命令第二 第一名是谁啊 第一名是那二战的名帅朱可夫 不可思议哈 自这个KGB创办以来啊 其实他就是带有那么一种给大众觉得又神秘 这里的人呢都是那种知识渊博又专业 水准又高的那种感觉 KGB间谍啊 在俄国那就是一个风度翩翩 聪明机智又保护祖国的一个英雄形象 在大众眼里啊 他应该算是支持这个现代化经济的务实的力量 因为当时你记得吗80年的时候就是安卓波夫捍卫了戈尔巴乔夫嘛 所以啊就是在这个对自由派已经丧失信心了以后啊 大家就开始到处在找找一个像老史那样的一个人物 叶利欣呢也指望着呢正好可以从这个军队啊 或者国湾的机构里边啊 或现任啊 或者现任的什么的 找到一个能够替代他的人 因为这叶利欣啊很敏锐 他从这个民意调查里边啊 他就知道了 我以后要找的这个继任者 必须要年轻 呃民族必须是俄罗斯人 而且最好是前国安机构的人 而且这个人还必须低久不沾 这个叶利欣的政治直觉太强大了 他其实也赞同这个结论 他已经察觉到了 现在国内确实是需要有一个 这么一个新的而且能力挽狂澜 使整个这个政府啊 强大起来的一个钢铁意志 他知道啊 我们现在啊 是得需要一个有才智 还得稍微民主点 完了想法还得焕然一新点 呃但是呢 必须得有一个 就是呃 军事作风的那种干杯利利翠的 那种坚定的人物 而这个人物一年以后就出现了 而且大家热烈的欢迎 而在98年9月的时候 还没有人知道谁呀 普京谁呀 两个月先从纪录片开始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